谋划签署所谓双边投资协议 台当局多年幻想 遭欧盟官员无情打脸与拒绝 积极盈盈的一场勾连 无视经济合理性的自我牺牲 终究不过是棋子式的自我感动吗 台湾和欧盟之间签双边的经贸协定 其实根本不是真的就经贸谈经贸 而是为了政治的考量 事实上我们看到过去蔡英文当局 他在为台湾制定相关的经贸政策的时候 也通常都是如此 蔡英文正式上台执政了 开始就想尽办法在经贸上 要和中国大陆搞所谓的脱钩断裂 但是最后事实证明了 台湾最大的经贸市场就是中国大陆 那现在硬是要绕过中国大陆的结果 事实上今天也被欧盟打脸了 比如说像是美国或者是日本 一直以来就是用各种幌子就骗台湾 你只要配合我 我美国或者我日本就会带领你台湾 加入所谓的CPTPP 但是我觉得这美国日本 还真的是对台湾够坏的 因为你看像是这次欧盟 就直接坦言了 根本我和你台湾之间 没有什么互利的关系 我不需要跟你搞什么 双边经贸的这个协定 或者是前段时间 在澳大利亚的总理 也直接讲了说 我们不觉得需要把台湾 带入CPTPP 所以美国日本是故意 就哄骗台湾人 事实上欧盟的官员也好 或者是澳大利亚的官员 根本就不可能 为了和你台湾之间 所谓政治的考量 要去得罪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而在经贸上又没有什么实质 真正互相依赖的关联 所以我们看美国日本 用这个CPTPP做幌子 可以说鹅片台湾 压榨台湾 已经足够 可是到今时今日 我们仍然看不到一个影 这个所谓CPTPP到底在哪里